剛剛看到的是美國商會的說法 事實上AIT也轉貼了 紐約時報的專門報導 報導台灣是全球科技帝國的核心一環 然而同一時間中澳大戰的同時呢 那中國北京如今面對的是 全球仿中的浪潮 其實有三個重要的標的物 都在不約而同 在昨天或今天談論到台灣 第一個是康貝歐 他是歐巴馬時代的亞太助理國務卿 現在拜登競選團隊的高級顧問 未來有很大機會入主白宮 或是拜登團隊裡面的其中一環 第二個是葛萊怡 我們大家的好朋友 第三個是AIT 都針對台灣做出討論 第一個是康貝歐 康貝歐特別說 希望拜登要跟 希望美國要尋找擴大機會 來跟台灣來做往來 那這個往來要聚焦在哪裡呢 貿易跟科技方面 然後康貝歐有特別解釋說 為什麼未來的美國政府 或者是拜登要擴大跟台灣來往來呢 原因來說因為符合美國利益 台灣跟台灣互動符合美國利益 我認為這四個字是最重要的事情 什麼友誼啊 承諾啊 三盟海事啊 和平協議 都比不上美國利益 當我們看到 從整個美國辦法 康貝歐剛剛葛萊怡 都在談美國利益的時候 我們就要問了 到底台灣哪一點符合美國利益 說穿的就是晶片 台灣在晶片上的幾個天然的優勢 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比不上的 第一件事情是技術領先 很清楚我們台灣的技術 本來從台積電 不管是5奈米3奈米 未來算是2奈米 再可預期的未來 台灣台積電的技術都領先 現在世界第二名包含三星 這是後面的英特爾一大截 這是最根本的 第二件事情是非紅供應鏈 過去啊一些相對於製程比較低的晶片 可能可以去給中心做 給大陸晶片製造廠做 抱歉當你這個禁令下來之後 你只能轉彈到聯電 或是台灣其他可能的場所 所以說在非紅供應鏈的鏈上 也是台灣天然優勢 第三個是台灣的廠商 很專注在做晶片製造 你看到包含英特爾包含三星 他是左手做晶片設計 右手做晶片製造 可是針對任何一個做晶片設計的公司來說 我今天這單子給你家公司 我很難相信你不會左手幫我做製造 右手學我的know how 對於他們來說 即便我們簽了保密協定 我都不敢確定這件事 可是你看包含台積電包含聯電 一輩子就只做晶片製造 他想要左手轉右手也沒有 所以其實站在台灣角度 台灣確實在晶片這件事情上 占有非常非常這種舉足輕鬆的角色 我常講20世紀人類為石油打仗 21世紀人類為晶片來打仗 所以AIT去轉貼紐約時報的那個標題叫做 世上最重要的地方 他罵號叫做台灣 從來沒有一個美國的媒體 或是國際的媒體 寫台灣寫的那麼露骨 紐約時報是這樣寫 台灣在晶片上處領先地位 人口雖然只有2400萬人 可是是世界哦 科技霸權爭奪戰的中心 在影響力上 台灣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 他這個東西除了紐約時報寫之外 罕見的AIT轉貼紐約時報這個貼文 而且把我剛剛講的那段話 複製在AIT的網站上面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整件事情我要談一下是 今天美國之所以要保護台灣 或者是美國賣更好的武器 讓台灣有能力保護自己 都來自於美國利益 而不是什麼山盟海事 那什麼什麼對台 什麼什麼山公帽 我認為一點都不重要 就是因為我們有利益 我們有晶片 可以符合美國人的money 我們才有在這邊存在的價值 可是我也認為 台灣越重要 中國就越想要 過去中國侵略台灣 或武統台灣為了是面子 他們家說一點人都不能少 可是當晶片站浮上世界 而中國越來越確定 2025中國製造是個幻夢的話 那今天武統台灣 就已經不是面子問題 是理直之爭 所以台灣越重要 美國會保護 但是中國也想要 所以這是議題兩面的 這個風險對台灣是並存的 所以說今天看到 12月16號就是昨天 昨天朱鳳梓 就是國台辦在開記者會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梓 有一句畫面大家注意到 是新華社 不是阿貓阿狗的媒體 是他們的官媒 在很有可能是 套好話的前提之下 問了朱鳳梓一個問題是 大陸有沒有可能推 國家統一法 國家統一法 跟現在的反分裂法 有什麼不一樣 簡單講 反分裂法 是在防止台獨 他是有個被動的觸發條件的 反分裂法是說 如果今天台灣台獨了 我就可以統一你 可是國家統一法很有可能是 具體提出統一的路線跟時間表 所以一個是防守 一個是進攻 反分裂法站在中國角度 是我防止你台灣喊台獨 而國家統一法 而國家統一法是我訂出實程跟方法 決定什麼時候來武統台灣 這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昨天新華社記者問朱鳳梓國家統一法 大家就注意到這件事情了 而今天中評社的快評說 國台辦記者會上提出國家統一法 是一個訊號 說明兩岸已經來自 來到以法律來規範統一的路段 的階段了 所以站在台灣立場 坦白說台灣越重要 中國越想要 而美國也越有可能來保護我們 所以整個局勢對我們來說 我們其實能做的事情不多 只能在這個時候 加深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角色 盡可能提升我們的軍事能力 在這個階段跟美國多做軍事上互動 我覺得它是最好的方式 這件事情 在這句話 你說 全